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充电空气温度、进气温度相关库二是什么意思? 该通用动力总成诊断故障代码DTC通常适用于所有OBDR车辆。 这可能包括但不限于日产、丰田、雪佛兰、GMC、福特、稻奇、沃克斯豪尔等的车辆。 尽管通用,但确切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品牌、型号而异。 存储的代码P011D表示,动力总成控制模块PCM已检测到2号发动机器缸的增压温度CAT、传感器和进气温度IAT、传感器之间的相关信号中的差异。 组二是指不包含第一缸的发动机组。 您可能会从代码说明中看出,该代码仅在配备强制进气装置和多个进气源的车辆中使用。 进气源称为节气门体。 强制进气装置包括涡轮增压器和增压器。 CAT传感器通常由热电阻组成,该热电阻从外壳上的电线基座上伸出。 放置电阻器的位置应使进入发动机进气口的环境空气再离开中冷气,有时称为空气增压冷却器,之后可以流过该空气。 外壳通常设计为通过螺纹或螺栓连接到中冷气附近的涡轮增压器,增压器入口管中。 随着增压空气温度的升高,CAT电阻器中的电阻水平降低,使电路电压一项参考最大值。 PCM将CAT传感器电压的这些变化视为增压空气温度的变化。 CAT传感器将数据提供给PCM,以进行增压电磁阀操作和增压释放阀操作,以及燃油输送和点火证实计算的某些方面。 IAT传感器的行为与CAT传感器几乎相同。 实际上,一些早期OBDR之前的版本计算机化的汽车维修手册将进气温度传感器描述为充气温度传感器。 IAT传感器的位置应使周围的进气在进入发动机进气口时被吸入。 IAT传感器位于空气过滤器外壳或进气管附近。 如果PCM检测到来自CAT传感器和IAT传感器的电压信号相差超过预编程程度,则将存储代码P011D并点亮故障指示灯。 MIR照明可能需要多次点火,但有故障。 此DTC的严重程度是多少。 导致代码P011D被存储的条件可能会对发动机的整体性能和燃油效率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应将其分类为严重。 该代码有哪些症状? P011D故障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发动机性能下降过多的浓淡或吸薄排气延迟的发动机启动。 尤其是在寒冷时,燃油效率降低该代码的一些常见原因是什么? 该代码的原因可能包括,CAT、IAT传感器损坏CAT、IAT传感器接线或连接器开路或短路、中冷气PCM或PCM编程错误,P011D的诊断步骤有哪些? 在尝试诊断代码P011D之前,我将可以使用诊断扫描仪、数字福特、欧姆表、DVAM和可靠的车辆信息源。 诊断任何与CAT传感器相关的代码,应首先确保穿过中冷气的气流没有障碍。 如果没有中间冷却气障碍物且空气过滤器相对清洁,则必须目视检查所有CAT、IAT系统的接线和连接器。 根据需要进行维修,接下来,我将扫描仪连接到车辆诊断端口并检索所有存储的代码并冻结车架数据。 冻结真数据最好描述为发生故障时导致存储代码P011D的确切情况的快照。 我喜欢将这些信息写下来,因为随着诊断的进行可能会有所帮助。 现在,清除代码并试驾车辆,以查看代码是否已重置。 如果是这样,使用DVAM和您的车辆信息源测试各个CAT、IAT传感器。 将DVAM放在欧姆设置上,并在拔下电源时测试传感器。 请咨询您的车辆信息源以获取组件测试规范。 不符合制造商规格的CAT、IAT传感器必须更换。 如果传感器均符合制造商的规格,测试参考电压通常为5V,并在传感器连接器上接地。 使用DVAM,将正级测试线连接到传感器连接器的参考电压引脚,复级测试线连接到连接器的接地引脚。 如果找到参考电压和接地,请重新连接传感器并在发动机运转的情况下测试传感器信号电路。 遵循车辆信息源中的温度至电压图表,以确定传感器是否正常运行。 必须更换不能反映出制造商规定的相同电压根据浸气、增压空气温度的传感器。 如果传感器信号电路反映了正确的电压程度,在PCM连接器上测试信号传感器电路针对所涉及的传感器。 如果传感器连接器上有传感器信号,而PCM连接器上无传感器信号,则这两个组件之间存在开路。 使用DVAM测试各个系统电路。 断开PCM和所有相关控制器的连接,并按照诊断流程图或连接器引脚图测试单个电路的电组合,或导通信。 如果所有CAT、IAT传感器和电路都在规格范围内,则可能是PCM故障或PCM编程错误。 检查技术服务公告TSB,以帮助您进行诊断更换空气过滤器或进行其他相关维护后,通常不拔下IAT传感器的插头。 专列地开的话,为了吉获国通信射讨讨讨讨ulations shenan信号 Roman,准理的检查inter maths图团。 结束 Ny CVC是遚用C机小时践ins性股 gosh Confuci也论到 annual诊断危机赛事件中的显力不少也 HUG。 感谢观看